27号本土新增24000多例 比上周同期增加超过三成 创16天以来新高 家长赶紧带着孩子打疫苗 诊所内有26人预约接种 在前一天打次世代疫苗更踴约 60人预约全数额满 寒假嘛 所以有一些的话 就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些的游子们的话 他们都有过来施打这个疫苗 像儿童BNT的话 这些部分也是都是在持续的进行着 一时预估在未来这几天 确诊处攀升 会再提高疫苗施打意愿 不过指挥中心拟定 未来确诊者如果没有出现肺炎 相关病发症 不是要住家户病房 没有重症情况 由医师判断属于轻症感染者 将不用再通报 目前专家小组年前 已经讨论过一次 时事时间尚未定论 预估年后还会继续推进 就是说先把那个病例的定义 先做一个检讨以后 然后再考虑 是不是要往下解禁 所以已经小于0.12了 他之后的通报 就跟流感重症一样 就是普通流感不用通报 重症才需要通报 只要通报定义改变 就会影响到现在的隔离机制 目前确诊者通报 还需要实施 五加恩天的隔离 若年后讨论 轻症者免通报 确定实施之后 确诊者也不用再强制隔离 只要自行判断身体状况 就能出门 相关配套还在讨论 五加恩的部分 因为主要是针对 轻症的一个病人 所以如果轻症不通报的话 他就不需要强制隔离 或有生病在家休息 不上班不上课 这样的一个劝导方式 新冠肺炎届时 是否会降为第四类传染病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仍优先进行轻任免通报 再来讨论降级时间 也不排除同时进行的可能 地北新闻 宣传媒介绍专人 台北贼凤部闹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